同学们,这三个字母啊,都是原音字母,是二十六个字母中的... 快走啊,快走啊,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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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你难道不知道,就会上课吗 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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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内好多都是当爹的人了 有体会父子间的关系不好处理 是吧 要问网上有朋友改编这个 常回家看看那首歌 说是生活的烦恼 跟妈妈说说 越说越烦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越谈越崩 那么这种事咱们实话实说 就跟婆媳观一样 从古到今都是个死哥的 用现在时髦的话讲 魔咒 您小时候和父母的关系就这样 等到长大了 生儿育女了 儿女跟您还是这样 只能是自己想方设法解这个扣 谁也没有高招 走不了洁净 那么好爸爸坏爸爸 说的就是这么个事 讲的是八十年代 北京的一户普通人家 爹是工程师高知 妈呢是个空姐 空姐您都知道 常年在外到处飞 老不招家 留下人俩过日子 那么父子两个互相冲突 就有了各种故事 电视剧第一集呢 讲的都是男主角 那小男孩 我到现在还记着啊 名字挺有个性 叫黄点点 这黄点点呢 养了个郭郭 这小孩儿嘛 爱这郭郭 爱不够 白天上学看不见 心里乌鸡六瘦的 他想啊 后来干脆带着郭郭上学 没想到上着上上课 这郭郭交换了 好家伙 那玩意儿交换 那老师能听不见 对吧 那老师听见 他能答应啊 按说郭郭交换 那要是觉得烦 拿手扒了 他两下其实就成了 他就不叫了 那么黄点点这孩子呢 用现在的话讲 脑洞开的有点大 他不拿手扒了 说是郭郭怕鸡 听见公鸡打鸣 自动他就不叫了 那课堂上 郭郭一叫 这孩子就是捏着嗓子 学公鸡打鸣 那你 老师一看 那更不答应了 郭郭叫那属于自然现象 是吧 多少还有个原谅 学上 上着上着课 学公鸡打鸣 说句文言 这叫华众取宠啊 故意破坏课堂纪律 而且知法犯法 对吧 别的甭说 把你爸爸找来 那叫请家长 黄点点他爸爸呢 就是那个工程师 让老师给递了的学校 一顿词 训的跟孙子似的 您想 那心里能不窝火吗 回到家 把儿子叫过来 裤子扒开 屁股露出来 叮光五四 一顿胖揍 郭郭呢 说让窗户扔出去了 掉楼底 给摔死了 听众可能一听啊 心里就嘀咕了 我看老人有留言说 千哥 您怎么总说揍孩子呀 对 是 现在是文明社会了 不实行揍孩子了 容易留下童年的创伤 且得智呢 这事是不对 咱们说服教育 再也不能这么简单粗暴了 是吧 说到我小时候那会儿啊 直到九十年代初 城里的小孩 每年都有两样 季节性的特别宠物 为什么说季节性特别强呢 一个是说 这两样宠物啊 每年就是固定 那么个时间段 大街上有人卖 过了劲 还就没了 再一个就是说 这两样宠物 轻易都养不长 最多也就两三个月 多会儿他就game over了 多会儿您就给他办白事吧 那眼皮的钱呢 小孩还得哭一抱 掉几个筋豆 要再想养 就得转过年来 到了季节 重新再花钱买了 说来说去 这是哪两种宠物呢 一个就是锅锅 锅锅眼下 基本都是人工繁殖 老北京讲话呢 叫粪子 什么季节都有了 花着钱就能买 过去不一样 只能是立秋以后 大街上才有人卖 农村的老人 年纪大了 干不了重活了 立了秋 地里的锅锅开始叫唤 抓点野生的回来 是吧 再弄点高浪杆 给他破开喽 编那种 好多小朋友都见过的 浑身都是眼的 那个小笼子 随着这个编笼子 锅锅随着就放进去了 等于是给锅锅 编的这笼子里边了 所以您看那种传统的锅锅龙 到现在的那个跟这咱现在塑料笼子不一样 他没有这活门 等锅锅笼子编好了 还得拿绳子都给他穿起来 弄成一嘟噜一嘟噜的 那种老式的 是吧 二八的大自行车 车厚的架子上立两根杆 锅锅笼子跟小笼子似的 往上一挂 骑车进城 他这种买卫也不用摇 锅锅一叫 小孩就全来了 你挑一个 我挑俩买回去 为什么呢 喂大葱 喂这个丝瓜花 喂黄瓜尾巴 那再怎么加这小心养 其实最多也就养三个来月 养够了三个月 这锅锅呢 奔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那要是没养够还想养 那就来年秋天再说 城里的孩子 秋天养哥哥 春天就养那种 刚出壳的 那个黄毛的小厨鸡 哎这种小厨鸡 我小时候大概是 几分钱吧 不到一毛钱 就能买一只 到了九十年代 每只最多也就是花几毛钱 撑死了一块钱 每年开了春 大街上就能看见 进城的农民 弄根扁单 一头一大纸箱子挑着走 一路走 一路您就听问纸箱子里边 嘘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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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嘘嘘嘘� oficial 这种小厨鸡呢 南方叫鸡苗 北方叫鸡秧子 鸡秧子 比长大了的鸡 怕冷 都得搁到纸箱子里边 还得拿棉被捂着 拿热水袋加着温 有小孩过来买了 农民再把纸箱的盖打开 让小孩自己挑 小孩挑那么俩仨的拿回去 也是找个鞋盒子什么的 搁里面养着 老百姓有句俏皮话 叫小鸡吃米抢弩 鸡羊子那胃口弱呀 生的米粒硬 直接吃不了 所以那时候小孩养这鸡羊子 都是抓把小米搁在碗里 拿温水泡着 泡那么一天半天的 泡软和了 再拿小勺垮着 慢慢喂给这小鸡羊子 干什么事都得讲究技术 就拿我原先住的小区来说 有堆安徽农村来的老公们俩 每天负责扫卫生 外带看自行车棚子 人家就是啊 开春 随便买这么几只小鸡小鸭子 也没见他怎么管 就是每天正常喂食 再给点水喝 用不了俩月 就变成大公鸡大母鸡大鸭子 您说一样的鸡羊子 让城里的孩子养 那这样难度可就大了 饶着每天好吃好喝好伺候 多数也活不过一个月前 我小时候养这种小鸡羊子玩 接着邻居老人就有个说法 说是这个鸡羊子容易上火拉锡 这拉锡本身不是问题 就是拉完了以后 屁股那块那毛啊容易给护住 护住了以后呢 再想拉屎 他就拉不出来了 最后活活能给憋死 那么懂行会养的人 据说有个解决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看见这鸡羊子拉锡了 赶紧拿剪子 把鸡屁股上那块毛 给它剿掉了 帮着疏通疏通 这技术我也试过两次 好像也不是特别管用 小时候反正养了那么多回鸡羊子啊 年年开刷花钱买 最后也就是成功过这么一回 歪打正招 把这鸡羊子给养成了一只大公鸡 哪位朋友要是这方面高手啊 欢迎您留言 我相信这人不少 因为现在农村照样还有养鸡的 您说说 咱们交流交流 往前倒一百多年 全国各地 每年春天 360行里边 专门还就有走街串巷 卖鸡羊子这么一行 只不过那时候没有纸箱子 卖鸡羊子这个扁面上是 一前一后挑着的是两个大洗篓子 洗篓子呢也是 拿高冷杆那类的东西破开以后编的 大小跟现在南方 还有人用的那婆罗呀 差不多 就是比婆罗编的密是 寺外不透风 人家喂的也是保温 现在全国各地养鸡场 鸡的品种差不多都统一了 大个鸡也就是那么几种 以前不一样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产的鸡 从古到今就这地方有人养 您比如说吧 特别有名的海南的文昌鸡 太和的乌鸡 西藏那边的藏鸡 老北京特产的鸡 叫北京油鸡 一百多年以前卖鸡羊子这行的人挑着扁的 扁的一前一后挂着洗篓 这洗篓里边不光是这个小鸡羊子 也有小鸭子 走到北京大街上 要起来这个味的 哎小鸡养活卖小油鸡的小鸭子 那时候城里跟农村差不多啊 家家户户差不多都得养鸡 不纯是为了当宠物啊 谁家要打算养几只鸡 养几只鸭子 听见外头一吆喝 哎走出门来就得可以招呼一声 哎卖鸡羊子的过来我挑了 卖鸡羊子随身带着的 还有个也是拿高凉杆编的 圆盘子似的东西 差不多也就是咱玩的飞盘那么大 听见又买主招呼 答应一声啊 洗篓子挑过来 圆盘子拿出来 然后小心翼翼 把洗篓子的盖打开一条缝 掏出几只小鸡小鸭子 放在圆盘子里敞坑了 让您看让您挑 哎您要是觉得不满意啊 卖鸡羊子的还把这几只放回去 重新再掏出几只来 您可以接茬再挑 啊那位说了 你费这事干嘛呀 你把洗篓子打开 让人直接看 直接挑不就完了吗 哎这么着可不成 刚才咱们说了 这小鸡小鸭子都怕冷啊 洗篓子整个打开 凉风一搜 那哪受得了啊 所以都是掏出了几只 让您差不多挑挑就得了 就跟现在冬天 去花鸟鱼虫市场 卖那冬瓜瓜一样 买主上门 人家也是 从保温箱里掏出这么几只来 大个旗让您挑挑 绝对不可能说 我手里有一百个瓜瓜 这一百个瓜瓜 整个都让您过一遍罗 百里挑一 优中选优 那么玩 您倒是得宜了 回头瓜瓜冻死一半 卖瓜那位找谁去啊 是吧 现在 腹鸡腹鸭子专门都有孵化厂 用的都是电孵化鸡 以前呢 也有孵化厂 人家用的都是火炕 原理一样啊 都是为了保持恒温 鸡蛋鸭蛋放火炕上 鸡蛋21天就能出小筋 那么鸭蛋呢 还得再多7天 28天老北京馆夫鸡夫鸭子 这场所叫鸡鸭房 中国传统文化里 360行 行行都有自己的祖师爷 比如说之前咱们聊过 向上行的祖师爷 是汉朝的东方术 唱戏的黎元行的祖师爷呢 是唐明皇 只不过唐明皇到黎元行啊 不能叫唐明皇了 得叫老狼神 以前的规矩 戏员的前台唱戏 后台统一都得供 老狼神的牌位 打铁的铁精 也有祖师爷 人家供的是太上老君 老蓬就说了 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跟铁精沾边吗 当然沾边了 太上老君炼丹呢 那不得见天烧炉吧 跟炼钢工人 炼钢那性质差不了多少啊 说半天还说回来啊 夫妻养鸡 卖鸡蛋 这行的祖师爷到底是谁呢 哎 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个真人 好多朋友中学语文课 还应该都听老师说过一耳朵 啊 叫乙顿 中学有篇课文叫过秦论 好像还得要求中学生啊 全篇背诵 过秦论里边有这么个说法 叫桃朱乙顿之父 桃朱 咱们有一期节目说过的啊 帮着月王勾建灭了吴国以后 带着西施私奔的那位范黎 啊 西的姐夫 范黎带着西施私奔以后 下海经商 后来发了大财了 用句文言的话讲呢 叫富可敌国呀 米顿呢 是今天山西运城林乙县那边的人 家里挺穷 混得粥都喝不上了 听说范黎挺有钱 挺会做生意 特意人家找上门去 跟范黎说 啊 那黎哥 您这可得拉胸的一把 是吧 别保守 有什么发财的秘诀 家传的秘方 啊 奏势灵的那个 啊 您说出来 别独吞 帮兄得成功一把 啊 您也让我复制复制 您再看范黎呢 盘腿坐炕上 稳稳当当的 手一碾胡子 眼睛一眯封 慢条四里的说了句 要想富啊 哎 少生孩子多种树吧 哎 那位说了啊 范黎说的是这句话吗 您 咱们开玩笑啊 顺腿胡走 乐呵乐呵 北宋 有本讲各种杂七杂班的书 叫太平玉兰 回头有空 您可以翻翻 太平玉兰里有段话 讲的就是这故事 范黎当年给乙顿说的原话是啊 子欲肃腹 当序武字 范黎说的这个字啊 就是一个牛再加上一个汉字的这个字 在古汉语里边指的是母牛 当序武字 不是说回家养五只母牛 范黎的意思就是告诉一顿 回去以后大力发展养殖事业 多养猪马牛羊 外带鸭鸭鹅 您就当这么一个养殖专业后就行了 那么武字呢 就是个犯称虚数 指的是各种母的家禽牲口 家在农村的朋友都明白啊 直到今天 农民养这些动物 也是愿意多养母的 少养工的 尤其是养鸡 母鸡能下蛋啊 公鸡呢 除了早上大名报个点 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养多了也是白费粮食 乙顿挺听话 跟范黎这 立完了志以后 回家当养殖专业后 发了大财了 历史上从此留下这么个典故 叫桃猪乙顿之父 养鸡养鸭这行呢 找祖师爷 肯定也得跟名人堆里边找啊 后来干脆就把这哥们 当成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了 之前有一集节目啊 咱们聊养马 还搞了搞科研 打算研究研究 世界各国车把式 腰和牲口是不是全都一样 全都是都是驾国鱼啊 这四个字 前些日子呢 我看有位网名叫四驱兔子的朋友啊 留言说 在美国 修轮湖边上听见美国车把式摇个牲口 跟中国车把式不是一个路数 看见这条评论 哎 我又想起个事来 小时候骑车 出西志文来高岭河动物园这边玩 北京那会儿啊 城区没有现在大 除了西志文就是大野地 尤其现在高岭河动物园北边 什么北京交通大学周围那块地儿 四十多年以前就是农村全是庄稼地 以前城里养鸡养鸭 除非是住独门独院 多数都是弄个笼子什么的 啊 把鸡关在里边 哼的这只鸡啊 活一辈子都跟小龙里边窝着 那现在想起来实际上也挺残忍 农村养鸡那不一样 全是散养 早上起来把鸡窝的门打开 鸡从窝里出来自己排队 就上庄稼地里找神吃去了 农村好像有个规矩 家里养鸡啊 甭管多少只 必须得有一只公鸡 这只公鸡除了每天早上打鸣 报点 专门还有个工作 什么工作呢 就是给这帮母鸡撞胆 农民养鸡有个说法 母鸡胆小 要是没有公鸡领着 自己不敢出远门 往大野地里边走 所以那时候呢 农村早上起来 家家户户把远门打开 一只大公鸡领着头 走到最前头 机关子火红 挺胸抬头 迈着方布 公鸡屁股后头呢 那就是好几只老母鸡 低眉顺眼的 咕咕咕的这么叫着 一边跟地上叨着神 一边紧跟着这只公鸡 赶上这户人家养的 活物多点 还得要几只鸭子呀 鸭子也是 嘎嘎嘎嘎嘎嘎嘎 乱了哄哄一大棒 扭的扭的的 跟在这个鸡 屁股后头 一块往门外头冲 拿去 挺热闹 各家各户的鸡 出去溜的一天 晚上太阳落山 还知道自己回家 赶上那鸡走远了 贪玩 不回家了 农民还得站在门口往回叫 这种事大多数都是农村老太太的专业 老话讲人有人言 寿有寿语 农民招呼鸡跟招呼鸭子 口令也不一样 招呼鸭子呢 嘴里喊的是 要是招呼鸡呢 喊的就是这个 呸 第一个呸 呸呸呸呸呸呸呸 喊着喊着 手里配合着 还得把那个鸡 常用的那个石盆 一般都是破糖死脸盆 破铝盆 拿起来敲的几下 那么鸡听见这个动静了 就知道该回家了 呸呸呸呸 这是北京啊 农村老太太的叫法 别的地方玩这手 具体是走个路 我还真不太清楚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 天南海北 什么地方人都有 也是 欢迎留言 咱们这边 咱们再搞个调查研究 话说到这儿了 有朋友就问了 倩哥 您打小 北京生北京长 也不是农村人 农村老太太这套技术 您跟谁学的 这事我前面不跟您说了吗 以前的北京 出西之门到高岭河边上 就算农村 小时候来到高岭河这边 甭管是逮曲逮蚂蚱 还是打鱼捞虾米 到了下午五点来中那阵 您往北边看 村里边啊 家家户户 烟筒就开始冒烟了 烧锅做饭了 农村做饭 不光是给自己做饭 你家里养猪的 得熬猪食啊 养鸡的 得熬鸡食啊 农村老太太熬好了鸡食 站家门口敲着石盆 我不停 这么一摇讽 家里养的猪狗牛羊 也跟着起哄 喱喱喱喱 喱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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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喱 喱喱喱喱喱哎 怎么一叫� offering 就乱七八糟 这时候您再看啊 野地里边 原先看着好像没有什么活物的那个地方 立马就都有了动静了 大大小小的鸡就开始往外钻 各家的鸡按各家分组 还是跟着自己家的公鸡屁股后头 排好了队往家走 回去上窝吃完饭 三千多年以前 周朝那会 陕西那边有个小媳妇 爷们出远门 不在家 小媳妇呢 晚上太阳落山 把自己家养的鸡 从野地里边招募回来 牛羊也都喂饱了 心里边有点感慨 顺嘴就叨唠了这么几句 没想到这几句话传来传去 就传了三千多年 您上中学的时候啊 语文课应该还学过 那几句话呢 叫 鸡西于时 日之西亿 牛羊下来 君子于亿 如之何物思 大概意思就是说 老爷儿落山了 鸡回家上窝了 牛羊也都吃饱了 爷们大老远的离家在外 弄到我这心里吧 是乌鸡六寿 没招没落的 就这么个意思 眼下中学课文 语文好像还都有这么一篇文 叫舍小鸡 讲的就是以前农村的风俗 那时候农村穷 农民普遍都不富裕 有农民开春 想养两只鸡 下蛋 换钱 手里临时没现钱啊 怎么办呢 那就可以先舍账 小鸡留下 先养着 等到了入秋 卖鸡秧子的这位 再找上门来 您要是说我手里富裕了 我有现钱了 可以直接给现钱 那就是 比那正常的小鸡 多给那么点 算是利息 要是还没有钱呢 您可以把养大了的鸡 再卖给它 卖鸡秧子的反过来 还得给您俩钱 用现在的话讲 叫回购 双方也不用签什么合同 就是嘴上一说 口蒙 讲究的就是这么个诚信 一百多年以前 入了秋 北京就开始有走街串巷 挑着扁的 收鸡 收鸭子的 扁的两头 就不能再挑洗褪子了 那得换成那个 精条编的鸡笼子 圆的 带眼 能透气 有的人家里 零星养那么两三只鸡 自己宰下不去手啊 上街卖去 又不值当的 就可以处理给他们 鸡鸭收上来以后 集中到什么地方卖去呢 现在您去北京东二环 潮安文外 有个地名叫集市口 以前的节目 咱们聊过老北京 好多叫什么什么市口的地名 比方说猪市口 原先都是卖猪的市场 灯市口 最早是卖灯笼的市场 那么前门大石大 有个鲜鱼口 那以前是卖水产卖活鱼的地方 那么集市口呢 就是一百多年以前 老北京的家禽市场 这地方最早叫 鸡市口 公鸡的鸡 后来老百姓 嫌这地名不好听 取了个谐音 这才改名叫集市口 不光北京有集市口 我大概跟网上查了查资料啊 四川南通 山东纪宁那边 也有地名就叫集市口 山东戎城 海边上还有个小岛 叫鸡鸣岛 那个爸爸去哪 那个节目也跟那拍过 您要是有机会 去这个鸡鸣岛 当地老百姓就得告诉您说 我们这地方还有个俗名 叫道士岛 那么道士岛 这地名怎么来的呢 明朝那会儿的人啊 刘长发 我们叫拢发包金嘛 是吧 清朝入关以后改的规矩 老百姓男的都得剃头 留一半剃一半 唯独两种人例外 那两种人呢 一种就是和尚 可以全剃了 留光头 再一种就是道士 可以全留 不用剃 鸡鸣岛这个地方呢 在海边 天高皇帝远 没人管 跟岸上的人呢 那是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晚清 道上的老百姓 还是明朝的大伯 留长头发 穿长袍子 岸上的人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为道上住的全是老道 鸡鸣岛 从此留下这么个俗称 叫道士岛 您再往远了说 西方那边 有个国家 人家的国号叫攻击国 哪个国家呢 我就说您准知道 这个国家呀 叫葡萄牙 有朋友就说了 葡萄牙 不是因为种的葡萄多 所以才叫葡萄牙吗 要按您这路话理解啊 波罗的海 那不是就是 波罗长的地方吗 不是 葡萄牙这仨字 实际上是外国话的发音 音译过来的说法 它那意思就叫 公鸡之岗 葡萄牙的老百姓 当年都喜欢养公鸡 喜欢的都出了圈了 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国号 当地还有个地方 叫巴萨鲁石 翻译过来就是公鸡的故乡 您看今儿又扯班厅养鸡 时候也不早了 等下回吧 我带您去一趟 巴塞鲁石这地方 咱们也云游一把 接茬聊聊公鸡 听听公鸡大名 聊了古今中外 跟大公鸡 沾上边的文化 今儿咱们就到这儿 了小歌 手看就是区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